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毫无畏惧之色 以防万一把另一只手也废了 给我放开他 蛤 麻痹毒对他无效吗 慢着 别管他 鹿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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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我不要 所有人都想我死 只有你让我活下来 但你就为了我而受伤 我也想要未来 创造更伟大的未来 不管有多痛苦也好 我不会再逃避了鹦蜂 不要 我要和你 一起战斗 只要你需要 我就不会停下 我要活下去 可笑的言论 你太嚣张了 别当我不存在啊 孙 别让他们溜了 上 鹰蜂 八尔都五上 以前山里的野兽都很暴躁 为了保护自己 又不会伤到他们 我一直使用的一个办法 那就是 要出招吗 这算什么 太犯规了吧 耳朵好刺痛 好想吐 是现在带有武离开 你确实很麻烦 反应不及的话 我估计也蛮头痛的 还是先躺下吧 什么 要老队弱者出手 我来做你们对手 银轩 陆 陆风 你还认得我 好险 即使躲开了 只是烧到衣服而已 红色手臂 他的武裙不是黑色的吗 和报告里有出入啊 所有内阁弟子 给我拿下他们 虫叶 你打算看热闹到什么时候 偷懒下不行吗 只不过像这样没完没了 挺无趣的 腻了而已 身体渐渐恢复知觉 都被红颜吸收了吗 你还站得住吧 对面人太多了 右手臂伤成这样 从刚才一直打到现在 应该也到我界限了吧 看来你是要硬扛下去呢 如果一直这样 我们会处于被动 我帮你拦住他们 你们所有人 从后面走 之后我一个人 比较容易脱身 况且 你的手现在又用不了 让孙带着你们比较安全 不行 我的事 我自己扛 还没有输 就不会逃 无论怎样 我今天是走不了了 你再强也拦不下他们 回答得不错 孙 司徒 你们在武门上有威望 我不想为难你们 但你们一意孤行 的话 也只能一并拿下了 现在说这无不无聊 大不了我们直接杀出去 你们别太狂妄了 你们觉得能做到吗 确实 在人数上也很不利 但就算这样 也不能让他们带走鹦鹉 且不说实力 但是人数就有很明显的差距 好好看清楚 北院的小子 为了不措手杀死你 我们已经收敛着自己的实力 打消号战 但也可以拖上一个月 你真觉得有着本事 看清楚现实吧 笑话 当年东院这么多人 都拦不了我 只凭你们我怎么会怕 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家伙 如果比人数 我们可不会输哦 给人家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